这起事故发生在朱永高速京华黎岭隧道 右侧这辆半挂式快递货车实现变道 和后方的越野车发生碰撞 越野车侧翻腾起 在隧道壁和货车间来回撞 车损严重 还好驾驶员系来安全带 自己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进三路 刚刚进三路 他在我前面没有多样人去 他车子变道了 我来也来不去发车了 我踩到地上就来了 前面车跑了慢 我从一车道 我从二车道变道一车道 我回去开到五马 然后我变过来了 然后走到前面 走到一段 好像感觉到撞到了 公共视频显示 当时货车并没有完成变道 而且隧道进出口一般都是实现 禁止随意变道 货车司机应实现变道负全责 被罚款100元寄一分